家长为孩子单方面改教的风波又一宗 单亲妈妈罗秀凤花了三年的时间 终于找到三个孩子的下落 但她怀疑孩子已经被前夫改进伊斯兰 罗秀凤为此向三个州属的宗教局发出律师信 要求当局在七天之内出示父母双方都同意为孩子改教的证明文件 罗秀凤2019年3月跟印义丈夫纳格斯瓦兰离婚后 就跟14岁双胞胎女儿和10岁儿子失联 罗秀凤多方打听后获知 孩子交由玻璃市宗教局看管 前夫则因为涉毒而被关进监牢里 他后来获准短暂会晤三名孩子 但玻璃市福利局突然以疫情为由禁止他探访孩子 不过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玻璃市宗教师阿斯里却能够会见双胞胎姐妹 并询问他们是否自愿皈依伊斯兰 罗秀凤对此大感不满 他认为孩子还未成年 宗教师不该询问他们有关问题 而且宗教师跟孩子没有血缘关系 却能见到孩子 为何他身为母亲却不可以 共产党巴东普国会员鲁鲁依莎 在推特声援罗秀凤 呼吁福利局必须即刻让罗秀凤跟孩子见面 当今大马报道 罗秀凤在向玻璃市吉打和槟城宗教局 发出的律师信中表示 如果当局没有回应要求 他就会入兵法庭 要求撤销三名孩子改信伊斯兰的事宜 新韩引述2018年英迪拉案件的裁决 强调必须获得父母双方同意 才能为孩子改信伊斯兰